大家好 我是修芬妮 那我們今天繼續要來玩這個魔境物語 那他在16號的時候有出了幾隻新的夥伴 也就是這個魔境物語跟這個喜羊羊與灰太郎的春節聯動 那我們從畫面上這個心願來襲這邊就可以去獲得他 像這個是集齊這些文字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直購的方式去獲得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看一下這幾隻夥伴 到底強不強呢 首先他有三隻 一隻是懶羊羊 一隻是喜羊羊 一隻是灰太郎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懶羊羊的部分 他的夥伴定位是輔助 他會復活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首先第一招夢境治癒 他會復活一名己方陣亡單位並恢復 等同於他攻擊力130%的生命 並有50%的機率使自己陷入沉睡 那如果沒有陣亡的話呢 則會為生命最低的兩個夥伴回復生命值 好那再來呢第二招是這個陽春庇護 他就增加攻擊力生命治療跟這個抵抗 好第三招呢 移行换位 對敵方生命上限最低與生命上限最高的夥伴 造成200%的法傷並交換他們的位置 回合結束的時候會歸位 同時降低目標20%的抗暴 好 最後一招呢 沉默羔羊 他在觸發上一招的這個移行换位的時候 有50%的概率呢 會使敵人進入這個沉默狀態 那沉默的部分呢 就是他沒有辦法放技能 他只能用普通攻擊 持續兩個回合 那這個蠻強的喔 因為你兩個回合不能放技能的話 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這隻主要是一個輔助的這個概念喔 好 第二隻是喜羊羊 我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技能 他算是戰士 那他的特性呢 是這個自盲 然後會擊退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喔 第一招 雙槍連射 對敵方全體造成200%的誤傷 並有50%的概率造成緩慢 LV3 緩慢就會降低他的速度15% 那第二招呢 就是加攻擊力生命跟暴擊率 第三招呢 就是他對當個目標造成300%的誤傷 然後擊退兩格 那回合結束的時候一樣會歸位 並有80%的機率造成暈眩 那擊退的過程中 如果被其他夥伴擋住的話 會撞擊該夥伴造成額外200%的攻擊 無視防禦跟免傷的傷害 那暈眩的部分就是沒有辦法行動 持續一個回合 那再來呢 特殊子彈 他的武器會擁有特殊力量 雙槍連射有80%的概率造成4馬 持續兩回合 雙槍連射就是他這個第一招 敵方全體的喔 那智芒呢 會降低命中40% 持續兩回合 好 最後一隻呢 就是我們這個灰太郎 他也是戰士 好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喔 第一招狼拳二連 他會普攻對前方單體造成100%的誤傷 60%的概率智芒 智芒就是跟剛剛一樣 降低40%的命中 那如果攻擊之後呢 目標處於智芒減速或流血狀態的話 會觸發第二段的二連擊 造成200%誤傷50%的概率再造成暈眩 好 第二招呢 就是加生命攻擊力 還有這個暴擊率 然後呢 他攻擊會優先選擇 前面起洋洋本回合攻擊過的目標 並且對懶洋洋本回合移情晃威過的目標 傷害提升20% 也就是說這三隻必須是一起上陣的 他有一個組合技的意思啊 好 第三招呢 狼拳三連 二連擊後如果目標處於暈眩冰封或石化狀態 則觸發三段攻擊三連擊提升30%爆擊率 並對周圍的夥伴造成320%的誤傷 好 最後一招狼拳進化 好 他的普攻會無視目標30%的防禦 二連擊造成傷害會提升30% 三連擊會造成50%造成傷害 轉換為自身生命的恢復 那這三隻要怎麼獲得呢 剛剛有提到懶洋洋跟起洋洋呢 可以直接透過這個直構的方式 你不用用抽的 不夠就可以直接獲得 那這個灰太狼的部分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極致喔 就可以直接兌換一隻灰太狼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他這一次出的這三隻 新的聯動的夥伴的這個技能的介紹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